柳英第一次入围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提名,向我的未婚夫周贺川要了一件礼物,她从不离身的那串佛珠。 聚光灯下,周贺川亲自摘下,为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戴上,神态专注前程。 后来有媒体扒出,那串佛珠是我一步一跪求来的,在佛寺前等了一天一夜。 当天晚上,周贺川坐飞机去了那间佛寺,在千年古树下找到了我曾经写下的祈愿信。 电影节各大奖项入围名单公布,我和柳英同时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在公布提名者的晚宴上,经纪人周杰挽着我的胳膊,悄悄对我说, 微微,柳英获奖的影片是归来,就是你没拍的那一步。 我轻轻点了点头,我知道,在拍最近的这一场电影时, 我出了意外,腰肌受损,需要休息半年。 而那时候,归来已经要开机了。 柳英刚好宣布结束在美国的养病,重新回国,进入娱乐圈。 周贺川便从中牵线搭桥,把原本定给我的女主角,换成了柳英。 我不高兴吗? 当然会不高兴。 周贺川是我的男朋友,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虽然没有对外公布恋情,但已经在准备订婚了。 她当时撵着右手腕的佛珠,语气像说一件很无足轻重的事。 微微,别太小孩子脾气,你不能让整个剧组的人等你一个。 我知道她说的没错。 可柳英和她从小一起长大,自从她回国后,周贺川一直陪在她身边。 就连订婚的事情都脱后了,我很难不去多想。 柳英来了,就是这次最佳女主角的大热门。 身边突然想起一阵骚动。 我抬头去看,晚宴入口处围了许多记者。 柳英穿着黑色的低腰礼裙,显得性感迷人。 周贺川也在旁边,一身深蓝色的西服。 道场的记者十分兴奋。 娱乐公司的周总也来了,这是大新闻啊。 她不是从不在这种场合出现吗? 你不知道最近沸沸扬扬的八卦啊? 关于周贺川和柳英的,两个人以前是恋人, 因为柳小姐有心脏病,要出国治病才分开的。 现在治好了,总算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闪光灯劈啪作响,我耳边都是鱼记们热烈地讨论。 我站在角落,并不想继续听下去。 转身要走,可刚要离开,一句话又把我拽住了。 一个记者举着话筒,正在采访柳英。 柳小姐,归来可是十几亿大制作的项目啊, 您刚回国,是怎么接到这个剧本的? 柳英笑得温柔。 他抬头望向站在一侧的周贺川,语气甜腻。 这都要谢谢贺川了,还是他把我介绍给导演的。 不知道贺川记不记得,我们还打了一个赌, 如果这次我能入围最佳女主角,你要送我一个礼物的。 周贺川低着头,他轻轻恩了一声, 你想要什么? 有记者小声讨论,要是我,就要一栋别墅, 或者没有限额的黑卡。 周老板可真大方,不怕柳英狮子大开口呢。 这时,柳英说话了,他握住周贺川的右手腕。 我想要,这串佛珠。 这串佛珠,是我送给周贺川的。 有一段时间,他公司发展得特别快, 却也得罪了不少人,对家寄予他的势力, 在他出差的时候,买通了他的助手,把他绑架去了郊外。 整整三天,根本联系不上他。 警察安慰我放宽心。 可是我怎么放宽心? 三千步石阶通往大昭寺, 我一步一扣地拜了上去。 那天下着大雨,我在外面囚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终于等到了他安全回来的消息。 离开之前,我在佛寺的古树上挂了一个心愿签, 为怨周贺川和沈念威,长长久久。 佛珠是寺庙的长老教给我的, 说是可以保佑一个人平安健康,顺遂如意。 后来也是我亲自给周贺川戴在了右手腕上。 他当时躺在医院里面,身体虚弱,笑我迷信, 可也再没摘下来过。 此刻,我不自觉地平住呼吸, 等着周贺川的回应。 他会怎样做呢? 他好像愣住了,眉头皱起, 左手习惯性地摸了摸右手手腕。 有一瞬间,我以为他会拒绝。 可接下来,柳音问道, 听说这串佛珠可以保佑一个人无病无灾。 哎,贺川,这是真的吗? 周贺川像是回过了神。 他毫不犹豫地把佛珠从自己手腕上退下, 拉过柳音的手,带了上去。 他低着头,表情看起来认真虔诚。 音音,你的病,要赶紧好起来。 那串珠子,终究还是被周贺川送了出去。 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上了热搜词条。 锦号周贺川柳音打赌,锦号锦号周贺川亲手为柳音带上佛珠,锦号锦号周贺川柳音。 好科,锦号有人在底下评论。 周总那个佛珠不是很宝贝吗? 从来不让人碰一下的,没想到就这么送人了。 嘖嘖。 那也得看是送谁了呀,柳音和周贺川可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久别重逢,啊,真是太好科了。 这佛珠是从大昭寺求来的吧,听说那里求平安最灵验了,好多名人都去那里拜佛。 楼上,对对对,我前两年还在大昭寺那里遇见过一个女明星,沈念威,我还拍了几张照片,那,我找找。 天哪,下了好大的雨,她跪得好前程。 是啊,我亲眼看见,三千台阶,她是一步一扣,跪拜上去的。 想知道,究竟是多么亲的人出了事,才值得我们念威这样去求。 微博广场上的讨论渐渐偏了题,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那个遇见我的粉丝把几张照片和一段视频传了上去。 瓢泼大雨中,我跪在石阶上双手合十,看着寺庙的方向。 有人评论是不是我自己出了什么事。 还有心疼我的粉丝直接说,看哭了,要是有人这样为我祈福,我肯定一辈子对她好。 经纪人周姐知道我和周贺川之间的事情。 她看到热搜,问我要不要联系贺川,提前处理一下舆论。 我摇摇头,这个时候联系不上她的,她在前往北欧的飞机上,和柳音一起。 当周贺川在晚宴上把佛珠亲手带在柳音手腕上时,有一瞬间,我几乎觉得自己不能呼吸。 原来潜心求得的祝愿,也是可以这样随意转赠的吗? 我不知道宴会是怎样结束的。 后来浑浑噩噩地回到酒店卧室,总觉得心情仍不能平复。 我没开灯,一个人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我不明白,不理解。 她把我的心意看作什么,又把我看作什么。 我给周贺川打了两个电话,都没有接通。 我便没有再打电话,刚好,我想要当面问一问她。 周贺川的房间在酒店顶层,和我的房间差了三层楼。 怕被不知情的人看到,我走消防通道上去找她,一直走到她的房间门外。 敲门的那一刻,我发现我自己竟然害怕。 害怕开门的会是柳音。 我摇摇头,自嘲地笑了笑,现在对周贺川竟然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 房门从里面打开,出现的既不是柳音,也不是周贺川,而是周贺川的助理,于哥。 于哥看到我,一愣。 念威,你怎么来了? 我想找贺川聊聊。 于哥从周贺川创业就一直跟着她,和我认识也有五六年了。 最辛苦的时候,我们三个还曾经一块在出租屋里面吃凉皮。 他很快就想明白我为了什么找过来。 于哥挠挠鼻尖,他离开酒店了,归来这个周要参加欧洲电影节,他刚刚坐飞机去挪威了。 和柳音一起,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问出这句话的。 于哥看我的眼神带上了点同情。 嗯,他们两个同一半航班。 一天一夜的飞机,这段时间联系不上的。 我N了一声,他都没和我说呢。 话出口才觉得自己傻。 周贺川不像来这样吗? 认准一件事情,别的便不会再投入更多精力了。 就好像,其实几天之前,我就和他说过,我参加电影节的这部片子。 这个周也要在别的城市开始点映,我给他留了前排的位置,到时候想和他一起看。 不过大概,他忘记了吧。 于哥抱歉地搓了搓手。 他还想说什么,应该都是些安慰的话。 可我已经不想听了。 我冲他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 走到消防通道那里,我忍不住,坐在了台阶上。 一滴泪落了下来。 我知道,现在是需要我决断的时候了。 我想了很多。 想到周贺川以前对我好像很好。 会飞半个地球过来给我过生日。 会在我发烧的时候彻夜不眠。 不过,他现在把这些好都收回了,送给了另一个女孩。 爱和不爱,其实是很明显的。 既然如此,周贺川,不如我们好聚好散,未来不要再联系。 我和周贺川的订婚宴邀请范围不大,只通知了最亲近的几个家人和朋友。 满打满算,也不过几十个人。 因为柳音从国外突然回来,原本定在上周就要举办的订婚被推迟,还没有定下时间。 现在想想,倒是推迟得好。 不合适的婚姻就应该在开始之前掐断。 我找到了婚宴酒店的联系电话,拨了过去。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那边的负责人竟然还没睡,很快接了起来。 我有些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说的还是取消酒席这样的事情。 对方态度倒是客气。 您想好了就行。 没关系,我们这边完全没问题。 当然,定金六万是不退还的哈。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 定金是周贺川付的,又不是我付的。 这点钱,对他来说还不是毛毛雨。 我编辑了一条短信,对各位家人和朋友产生的困扰抱歉。 沈念薇和周贺川因为个人的矛盾,未来不会再一起走下去。 当然,我们还是朋友。 订婚宴取消。 很抱歉打扰到大家。 我念了一遍短信,然后群发出去。 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都在睡觉。 最后,我拉黑了周贺川的所有联系方式。 关机。 长舒一口气。 和过去断舍离吧。 我揉了揉脸。 沈念薇,你也要开始迎接新的人生了。 做完这一切后,我站了起来。 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业,浑身上下又累,又清醒,又疲惫。 从消防通道下楼梯的时候,我一个没注意,差点踩空台阶。 幸亏旁边刚好有人经过,一把拉住了我。 我低着头,没看清人,只顾着轻声道谢。 却听见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沈念薇,我抬起头,眼前的人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 梁艳婷。 上一届影帝,这一次凭借新片,又获得了本年度的电影节影帝提名。 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年度入围影帝的年轻演员。 说起来,我们两个还是大学同班同学。 不过他是天赋选手,同兴出道,还没进大学就已经拍过三四部电视剧了。 而我勉勉强强,算是努力行的,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走到现在。 幸运的是,一部片子总比一部片子进步一点。 我知道梁艳婷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晚宴,但没想到会在此时此刻,深夜的楼梯间遇到他。 我有些惊讶。 梁艳婷,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微笑着,语气温柔,睡不着,这几天失眠。 再加上无聊,想出来看看剧本。 他说他接了一部新戏,人物有些复杂,所以想多花时间琢磨一下。 我刚好也不想睡,就和他站在消防通道的窗户前,一边看着月亮,一边聊天。 聊到以前上大学时候的事情,我们刚刚拍戏那段日子,还有最近越来越光怪陆离的娱乐圈。 聊着聊着,我随口问道,你最近的这部电影什么时候开拍? 啊,不知道呢,女主角还没定好。 梁艳婷转过头,有些认真的看着我。 念威,你要不要试试? 我? 他点了点头。 那个角色和你挺契合的。 他甚至把剧本递到了我的手里,要我拿回去看看。 腰部受伤后,我休息了几个月。 下一部电影合约还迟迟没有确定。 梁艳婷团队选择的片子,起码在质量上都是有保证的。 我接过剧本,略一思索,就先答应了下来。 好,我回去看看,可以的话,我给你打电话。 我们差不多聊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凌晨三点多了,我打了个喝歉,有些困倦了。 梁艳婷笑了笑,把我送到了房间门口。 要离开的时候,他顿了顿,问道, 面威,你是不是今天心情不好? 嗯。 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眼圈红红的。 哦,哭过了。 我摇了摇头,都过去了。 再也不会为不相干的人心情不好了。 梁艳婷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瞬, 下一刻,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折纸。 刚刚从剧本上撕了一张纸, 闲着无聊辙的,送你吧。 一朵花,精致好看。 我接过去,玫瑰。 他声音很轻,月季。 我一愣,很少有人记得我喜欢月季花。 就连周贺川送我花,常常也是送玫瑰。 我看着梁艳婷。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拒绝过他一次。 在娱乐圈沉浮这么多年, 我以为他早就把那段青涩的往事忘记了。 梁艳婷张了张嘴, 侯杰滚动两下,似乎想说什么。 然而开口后,只是简单一句话, 好好休息,别累着自己。 那一晚上,我睡得很好, 大概是放下了一桩心事的原因。 直到第二天中午才睡醒。 然后就是经纪人周杰找过来, 要我看热搜, 昨晚周贺川赠送柳音佛珠的事件。 还有我莫名其妙被粉丝拍下当年跪在大昭寺前, 祈求平安的照片。 我跟周杰说不用联系周贺川了。 他现在在飞机上, 手机肯定没开机。 就算能联系上, 我也不想和他再有什么牵扯。 周杰有些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因为后面几天, 还要去别的城市宣传新上映的电影, 我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赶晚上那一趟的高铁。 整理得差不多了, 我躺在床上休息。 周杰坐在角落刷手机。 突然, 他惊叫一声。 念威, 你快看, 他们这么快就把你当年的事情挖出来了。 我拿过周杰的手机, 发现热搜第一条, 警号沈念威周贺川, 佛珠, 警号我以为不去理会这些言论, 自然而然, 热度就下去了。 但是没想到, 竟然有粉丝拿着放大镜, 观察那几张照片和视频。 发现我在大昭寺前冒雨求来的佛珠, 和周贺川一直以来戴在右手腕上的是同一串。 舆论顿时沸腾了。 真的假的呀, 我看这种佛珠都长一个样子啊, 你们竟然还能分出来夹一饼钉来。 楼上不是佛门教徒可能不懂, 大昭寺求来的佛珠每串都是不一样的。 它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图案作为记号, 这也是怕有不法分子盗卖赝品。 是的, 以前就有人拍过周贺川戴的这一串, 最里面刻有三短一长的四条细线, 这和沈念薇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所以, 沈念薇是在为周贺川求平安。 求求你们不要告诉我, 念薇在大雨里跪了一夜求得的佛珠, 就这样被随意送给了别人。 我只是打出这一行字, 就觉得好难受, 凭什么呀? 人的心意是可以这样被糟蹋的吗? 这个话题的讨论热度疯狂飙升。 很快, 网友和各路营销号就扒出了更多蛛丝马迹。 两年前, 周贺川被绑架的时间, 刚好就是我去大昭寺祈福的日期。 还有我们一系列同矿照。 出入同一个酒店, 参加同一场演唱会, 最近几天, 还有人在婚庆酒店看到了我们。 而最早最早, 甚至可以追溯五六年前的照片。 周贺川刚刚创业,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已经认识了。 底下的评论几乎都站在我这一边。 沈念薇和周贺川在一起的时候, 柳音还在国外吧? 这样看来, 这位柳小姐其实是小三才对。 想想昨天还在磕周贺川和柳音, 现在真的忧了。 周先生不出来现身说法一下吗? 男人啊,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 为什么可以变化得这么快? 他现在估计没有办法回应。 小道消息说他陪着柳音去北欧参加某个电影节了。 哦哦哦, 朕的狗仔团呢, 现在就给朕出使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诸国, 务必周狗一下飞机就逮到他, 给朕往死里问。 我放下手机。 目前来看, 我并没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讨论中遭到什么舆论的反噬, 所以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发一个什么声明。 在圈子里面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有些惊艳的。 现在突然, 蹚进这趟浑水, 后面发生什么, 可就不好说了。 周姐看了我一眼, 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 念威, 你和贺川, 我截断她的话。 我和周贺川已经分手, 没有关系了。 分手了? 周姐猛地站起来, 这么突然。 她, 能同意? 我笑起来。 姐, 你糊涂了? 分手这种事情, 不都是单方面告知的吗? 我需要她周贺川的同意。 我坐上高铁的时候, 周贺川和柳音刚好下飞机。 商务座, 车厢里没什么人。 我又戴着口罩, 没被路人认出。 大概是佛珠那件事情闹得确实沸沸扬扬, 我座位斜前方的两个女生也在讨论。 你看微博了。 周贺川, 沈念威, 柳音那个三角链。 另一个女生很兴奋地说, 我刷了一天手机爱, 好像北欧电影节那边许多国内记者, 电影也不看了, 都守在飞机场那里, 等着采访周贺川呢。 真的假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说着, 打开了平板。 从我的角度, 刚好可以看到屏幕, 某个余计的现场直播, 手机镜头对着刚刚落地的飞机, 轰隆隆的起降声里, 还能听到记者的旁白。 我们现在就在挪威机场, 周先生刚下飞机, 他应该还没看到网上的讨论。 刚好, 我们去采访, 周贺川和柳音从机舱里走了出来。 哗啦一下, 等着的记者一下子全围了上去。 一个戴着棒球帽的鱼记, 抢占了先机。 他把话筒递到了周贺川的面前, 问道, 周先生, 请问您送给柳小姐的那串佛珠, 是沈念威送给您的吗? 周贺川愣挣住, 他的眉头皱起, 像是想到了什么。 想到什么? 总不会是我曾经给他戴上的时候, 口口声声说, 不准他弄丢, 不然我会生气吧。 下一刻, 柳音接过了话筒, 哦, 这是贺川的私事了。 我觉得你们不要打听太多, 不管是谁送的, 总之现在他代表的是贺川 对我的心意和祝福了。 好茶哦, 能做出借花献佛这样的事情来, 可见男的也不是什么好鸟。 高铁车厢里的两个女生 小声地讨论着。 直播镜头里, 有周贺川公司的安保跟了上去, 企图结束采访。 但记者们可不会被柳音 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轻易打发。 戴着棒球帽的女记者 拿着话筒, 站在后面。 他提高声音, 喊道, 那佛珠是你当初被绑架, 沈念威为了你平安回来, 大昭寺三千台阶, 一步一扣上去求得的, 你真就没一点想说的。 什么? 周贺川猛地转回了身, 他声音低沉, 脸色阴郁的厉害。 我当时只告诉周贺川, 自己去庙里求了一个平安佛珠, 至于其间的过程, 并没有和他提起过。 你, 说, 这佛珠是念威怎么得来的? 周贺川一字一顿地复述自己的问题, 直播镜头放大了他的表情, 他的眼神冷冰冰的, 但即使隔着过道, 通过屏幕, 也可以看出, 那眼神中仿佛掺杂着一丝不可置信, 还有几分惶恐。 记者没有被吓到。 他拿出手机, 直接举到了周贺川的面前。 周先生不相信, 尽管可以自己看。 有粉丝当天在大昭寺偶遇了沈年威, 还拍下了照片和视频。 记者的手机里, 大概就是当时粉丝传到网上的那些画面。 周贺川伸手接过, 他的指尖甚至可以看到微微发颤。 我, 他终于开口, 嗓音沙哑, 我不知道, 我以为, 不过是一串很普通的东西。 他不再理会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 拿出手机, 开机, 拨打电话。 有八卦地, 远远把直播镜头凑过去, 话外音传过来, 是给沈年威打呢。 然而, 我的手机并没有响。 坐在旁边的周贺, 一直看视频, 看得津津有味, 此时拍一下凑过来。 咋回事啊念威, 你手机怎么没动静? 我把手机关机了。 而且, 就算我手机没关机, 周贺川也不可能打进来。 他早就被我拉进了黑名单里。 直播另一端, 是不停地嘟嘟嘟。 周贺川皱着眉, 表情越来越不好看。 电话自然挂断, 过了几秒, 一个号码打了过去。 他立刻接起。 当然, 不可能是我打的。 那头的人声嘶力竭。 被记者悄悄架在旁边的扩音器一放大, 听起来就更清楚了。 周贺川, 你个狼心狗废狗娘养的, 对我们家念威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订婚取消了? 订婚取消了? 周贺川迟疑地重复了一遍。 他脸上的表情相当精彩。 惊讶, 不可置信, 愤怒, 还有一些难过。 那个声音我很熟悉, 是我的好朋友林林。 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地咆哮, 别装了。 昨天半夜, 所有家人朋友都收到了一条短信, 订婚取消, 你俩分手了, 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 他深吸一口气, 什么都没说。 然后突然地挂断了电话。 周总, 请问您在筹备和沈念薇订婚吗? 分手是真的吗? 那您和柳小姐又是什么关系? 记者们好不容易逮到一个热点, 疯狂向周贺川抛出各类问题。 他不再开口了。 紧紧抿着嘴, 目光阴郁, 快速地撇过在场的一圈记者。 气氛有一瞬间冷淡了下来。 几个随行的公司保安连忙上前, 把试图挤过来的记者推开, 语气很不客气。 本来我们今天就没安排采访, 你们别太过分了哈。 私人问题我们有权利不回答, 都麻烦让开一些。 甚至还有记者在推嗓中被挤掉了摄像机。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机场外员。 周贺川低着头, 坐上了那辆车, 从镜头中匆匆离开。 这就结束了呀。 说实话, 我还没看够呢。 坐在前面的一对闺蜜, 意犹未尽地合上平板。 其中一个伸了个懒腰, 这事啊, 明天肯定又要上热搜了, 没想到还是一部连续剧呢。 太有意思了。 我虽然对后面的发展不怎么感兴趣, 但也能猜到, 各路媒体和营销号 肯定不会放过这一叠一叠的小高潮。 不出几小时, 热搜绝对又要被占领。 我揉了揉太阳穴。 后面几天, 我还要参加上映电影的路演。 宣传见面会上, 少不了媒体记者。 到时候的采访问题, 难免要和周贺川、柳英沾边。 简直让人头疼。 直到下了高铁, 进入酒店, 收拾好东西, 我才打开手机。 好几十条未接电话和短信 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有那么十几秒, 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动。 光是闺蜜玲玲, 就给我打了五六个电话, 然后又写了短信留言, 面威, 你真和周贺川分手了。 你俩走到现在这一步不容易啊, 不过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她这段时间一直和她那个小青梅纠缠不清, 确实也该敲打敲打了。 我给玲玲打了一行字, 发回去。 至于父母家人那边, 我准备过几天再好好聊聊。 现在太累了, 我不想在人际关系上疲于应付。 点开娱乐新闻, 热搜词条变了, 但还是和我们几个有关。 警号周贺川沈念威 取消订婚 警号警号 沈念威为周贺川与中求平安 警号警号 石垂柳英小三插足 警号甚至有许多观众 跑到柳英这部归来剧组的微博底下, 要求制作方给一个说法。 什么呀? 找演员之前都不搞一下被调的吗? 用小三演员的剧组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剧组吧? 柳英退出娱乐圈这么久, 一回来就接到这么一部大制作, 要说没有资源和关系, 我是不信的。 楼上失忆了吧, 他的关系不就是周老板吗? 抵制归来啊,朋友们。 归来在不久后 紧急发布了一则声明。 声明中, 制作方公布了一张合约, 还有几个聊天记录截图。 合约中显示, 原来电影订的女主角是我, 但因为我要被受伤, 所以被迫换主角。 而在聊天记录中, 则是另一个样子。 导演和周赫川公司的对话, 我们觉得 沈念威和归来的主角形象比较贴合。 其实, 等一段时间再开拍, 也不是不可以, 剧组也可以趁这段时间 做一些幕后准备工作。 周赫川那边则拒绝了, 没必要。 柳音太久没接戏了, 需要一个大制作增加一些曝光。 而沈念威, 周总的意思是 想要他休息一段时间。 原来, 原来, 当初我没有被剧组抛弃。 原来, 我一直都是归来的第一选择呀。 我看着剧组的澄清, 正正发愣。 也幸好我受伤的那部电影 同样反响不错, 口碑良好。 否则, 我今天知道这个消息, 感到的也许就不只是遗憾了吧。 我躺在床上, 刚想把手机扔到一边, 不再理会这些事情, 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梁艳婷, 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难道是那天晚上提起的 参演新电影的事情? 我没再细想, 直接接了起来。 电话另一端, 梁艳婷的声音 听起来不像以前一样平稳。 念威, 他沉默了一会儿, 这几天热搜上的事情, 我都看到了, 你还好吧? 没事。 我想了想, 又回了一句, 除了看到归来制作人 那个消息有点惊讶外, 其他的都还影响不到我。 那就好。 梁艳婷的语气明显放松下来。 他换了一个话题, 电影节颁奖典礼 时间提前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 啊, 大概一个周后吧, 这几天应该就会 从官方公众号上发布, 然后挨个给提名者 发送电子邀请函。 电影节颁奖礼 一般都在提名公布后的半个月,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提前了差不多将近一个周。 因为电影节 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 新电影的宣传和路演 在时间上进行了压缩, 也没有邀请很多媒体。 我倒是不用头疼 应付热搜上的那些八卦了。 颁奖礼的那一天 并不是很平静。 在搬最佳男女主角的时候, 周贺川来了。 我坐在第一排, 听见记者 喜隐约的喧哗声。 周总来了, 这是出事后 他第一次现身吧? 毕竟入围的女主角 可是柳音和沈念威啊。 有些吵闹, 周贺川没有回应。 他穿过长长的过道, 走了过来, 坐到了我旁边的位置。 一瞬间, 闪光灯封了一样响起来。 他举起手腕, 似乎想和我说什么。 但是我没有听清。 因为下一刻, 领奖台上的主持人 已经拿出了获奖名单。 他从信封中 抽出一张小小的卡片, 本年度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沈念威。 我是有些愣挣住的。 因为在颁奖礼之前, 柳音一直是 最佳女主角的夺冠热门。 只不过, 影评人并没有 给出什么好的评价。 是归来本身的高质量, 把柳音从一个 三流演员的身份 生生拉成了影后争夺者。 我回过神来, 一个一个 接受了周围人的 祝福和恭喜。 周贺川离我很近, 他伸出手。 面威, 我这才明白 他刚刚想和我说什么。 原来那串佛珠 又带回了他的右手腕。 不知道他和柳音 说了什么,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就好像覆水难收, 有些事情一旦发生, 就再也无法改变了。 我从主持人手里 接过奖杯。 感谢致辞里面, 我提到了很多人。 闺蜜, 经纪人, 公司, 都是一路 陪我走过来的。 虽然没有提前准备致辞, 但有些话 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主持人拿着话筒, 笑着看我。 念威, 最近你在网上的热度 可是很高啊。 感谢了这么多人, 其他的, 就没别的想说的了。 虽然知道佛珠事件躲不过, 但真要去澄清, 解释, 还是感觉厌倦。 不知道哪个摄影师好事, 此刻镜头一转, 大屏幕上出现了周鹤川。 他一身黑色西装, 坐在前排, 身量鼻挺, 左手似是无意识地 抹扎着右手腕的佛珠。 镜头拉近, 直接把周鹤川 手腕上的佛珠放大了。 主持人当然明白 其中的含义, 他拖着长音, 戏谑地问, 比如, 某位周姓先生。 我淡淡接过话题, 如你们知道的那样。 恋爱过, 分手了。 从今往后, 再也不会有关系。 大屏幕上, 周鹤川的手钻成拳, 扶手上放着的空塑料瓶, 被他捏遍了形。 颁奖典礼结束后, 大部分嘉宾都去了晚宴。 我站在后台的长廊, 一个人看着远方的夕阳, 再也不会有关系。 周鹤川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压抑, 愤怒。 沈念威, 你胆子真是大到不行了, 没有和我说一句, 就取消了订婚。 分手, 我同意了吗? 我冷笑一声, 不愧是说一不二的周老板, 据我所知, 分手这种事情, 好像不需要你同意吧。 周鹤川低着头, 没看我。 就在我以为, 事情就此结束的时候, 他深吸一口气, 声音沙哑甘涩。 是我不对, 不应该把那串佛珠, 送给柳音。 我没想过你当时 做了那么多事。 念威, 他像是拉住救命稻草一样的 拉住我的手腕,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重新开始, 我看着周鹤川, 他的眉眼依然未变, 可也许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两个的道路 早就越走越远了。 我珍惜的 并不仅仅是一串佛珠, 我只是有些遗憾, 我真的曾经那样热烈地爱过他, 可他好像从来不觉得 这件事情多么重要。 我甩开周鹤川的手, 摇了摇头, 他表情肉眼可见地难过下去, 就到此为止了, 周鹤川。 我这样想着, 然后转身向着出口走去。 光线阴暗, 我没看清外面, 撞到了一个进来的人身上。 他扶着我的肩膀, 低着头, 面威。 竟然是梁雁婷。 他刚刚得了影帝, 我以为他此时会在晚宴上。 还没恭喜你呢? 不迟吧? 不迟? 我笑, 专门来一趟, 你就是过来说这个。 他像是有些不好意思, 摸了摸自己的鼻尖。 不是, 突然想问一问, 上次和你提到的新电影, 你有没有想好? 决心和周鹤川斩断联系的那一晚, 从梁雁婷手里拿到的剧本。 我这几天看过了, 挺感兴趣的。 一个浴火重生的故事, 算是文艺片, 主角经历了早期的一系列挫折困苦, 最终迎来了新生活。 我和经纪人商量了一下, 都觉得可以接下这部戏。 嗯, 没问题的话, 我这边可以联系剧组, 讨论合同的事情了。 梁雁婷露出惊喜的表情。 她伸出手, 仿佛想要抱我, 却又犹豫着, 不知道该不该。 我眨了眨眼, 干脆主动给了她一个大大的友好拥抱。 只不过还没拥抱两秒, 周鹤川的声音传来。 面威, 我回头, 刚好和周鹤川的视线对上。 昏暗的光线中, 她的身形僵着, 眼神灼灼地看着我, 似乎带着一丝祈求。 我说, 周鹤川, 祝你未来一切都好。 而我, 也要去追求新的生活了。 和过去的泥潭告别。 也祝沈念威, 万事顺遂吧。 番外, 周鹤川去北欧参加电影节的事情, 是柳音求我陪她一起去的。 她从小身体不好, 又有先天性心脏病。 我承认, 我是可怜她的。 但这份可怜, 完完全全和其他感情无关。 她曾经盯着我的手腕, 问我这串佛珠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到了念威, 保佑一个人平平安安吧。 柳音捂着自己的心脏, 整个人看起来脆弱娇气, 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串佛珠, 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 把佛珠从自己手腕上退下, 带在柳音手上的那一刻, 我几乎都要后悔了。 可是理智把这一切压下来了。 我告诉自己, 没关系, 念威不会介意的。 她向来善良大度, 我会送给她更多更好的东西, 不会让她输给任何人。 直到抵达挪威, 我从飞机上下来, 才知道我的想法错得有多离谱。 记者把手机举到我的面前。 视频里, 念威跪在大招四前。 那天雨下得很大, 汹涌地淋在她的肩头。 我后知后觉, 发现自己的手指都在颤抖。 周赫川, 你确实错得有够离谱。 当天晚上, 我坐飞机离开了北欧, 回到了国内。 走之前, 我问柳音拿走了那串佛珠。 她依旧用惯用的柔弱声音表达不满。 赫川, 没有礼物刚送人, 就要回去的道理吧。 可我现在只觉得厌烦, 约定不变。 想要什么奢侈品随便买, 但是这串珠子, 不可以。 我打不通沈念威的电话, 也不知道她在哪。 她半夜群发出去的终止订婚的短消息, 我问其他人要到了。 沈念威和周赫川因为个人的矛盾, 未来不会在一起走下去。 飞机上, 我反反复复地看着这一行字, 不会在一起走下去吗? 我紧紧地攥住手机, 深吸一口气, 我不会让这一切发生的。 我们说好要长长久久。 飞机着陆, 我搭乘高铁去了大昭寺。 寺庙建在山上, 很高。 现在是秋天, 没有雨, 也没有烈日。 即使如此, 一级一级台阶走上去, 也要花费不少时间, 更何况跪拜了。 我坐在寺门前, 望着山下, 刚好有个老和尚出来。 他看了我一眼, 问道, 你手腕上的佛珠, 是大昭寺求来的。 我连忙站起, 鞠了一躬。 是, 你不像是佛门子弟。 大昭寺的信物不随意赠予, 只送信众或者有缘人。 我一愣, 山脚下还有些人在行叩拜里。 大昭寺的位置本来就很偏, 但在信众心中的地位却很高。 老和尚不再说话, 往前走去, 一直到一株股树前。 树上挂着许多红漆染旧的竹签, 一千多岁的老树了。 上面的院求都是来过大昭寺的人留下的, 那个为你带走佛珠的人, 也许也在这里写过呢。 那个下午, 我在这许许多多的信签中翻找, 太阳慢慢落山。 我终于在一片暗沉的橘红色光线中 找到了念微写下的心愿, 为愿周贺川与沈念微, 长长久久。 我找到了老和尚, 向他要了一个竹签。 可真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 我却犹豫了, 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老和尚坐在竹椅上, 闲事极了的样子。 你现在最想求什么, 就写什么好了。 我最终也只写了两个名字。 周贺川, 沈念微。 我不敢承认, 我其实是害怕的。 害怕沈念微离开我, 彻彻底底地抛弃我。 电影节颁奖时间确定下来后, 助理问我要不要参加。 这段时间, 我和柳音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为我考虑, 他建议我不要出席。 这个建议被我拒绝了。 我无法联系到沈念微, 但我知道, 他一定会参加这场颁奖礼。 终于在颁奖典礼那一天, 我又见到了沈念微。 他坐在第一排, 隔着记者、观众、媒体, 和我离得好像那样远。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他没有回头。 终于, 我又坐到了他旁边。 一抬手就可以碰到他。 我想说许多的, 沈念微, 你看, 我把佛珠拿回来了。 我去了大朝四, 看到了你写的信签, 那么多话像是梗在喉咙里。 还没有说出口, 台上突然宣布了 影后获奖者是他。 他被朋友和其他圈内人围住, 仿佛没看见我一般。 领奖台上, 他感谢了一个又一个人。 好不容易在主持人的暗示下提到了我, 却只有一句, 再也没有关系。 我脑子轰然乍响, 我追到了后台,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我安慰自己, 一切都会有转环余地的。 可是却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人, 梁艳婷。 沈念微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 梁艳婷是童星, 刚入大学就备受瞩目, 性格高傲孤僻, 还有高领之花这样的称号。 可我知道, 他曾经追求过沈念微, 我小心翼翼地向念微求证过。 他只是笑, 朋友之间开玩笑的了。 你别介意。 真的吗? 我没敢和任何人说, 我其实偷偷找过梁艳婷, 警告他, 第三者插足这样的事情, 终究是被人不耻的。 他那时低着头, 半赏才来了一句, 我知道, 这种事情要尊重念微的意见, 我能做的最多就是等。 我没想到, 他真的一直等到了现在。 看到梁艳婷的那一刻, 我知道, 我的报应来了。 沈念微和梁艳婷拥抱的时候, 我的嗓子发干, 脑子一片混沌, 我该阻止他们的。 可是我知道, 我留不住沈念微了。 沈念微和梁艳婷的新电影 一年后杀青, 点映的那一场, 我去看了。 一片好评, 都说影帝影后的合作 简直是一次绝配。 剧组特意发了一张片场合照。 沈念微、梁艳婷两人相视一笑, 目光默契。 CP粉在这条微博下面团建。 啊, 真是磕到了。 两人官宣吧。 在一起了对不对? 剧组官方账号暧昧地回复了一条, 大家不要着急, 好消息会有两位主角亲口说出的哦。 我看着这条微博, 坐在电影院的长椅上, 闭上自己的眼睛。 往事纷纷划过。 沈念微, 虽然你助我以后一切顺遂, 但是我好像, 做不到了呢。